接著我們來深入看一下試波器的部分 先看這一台Feelworld 這裡有一個灰階 接著我們來深入看一下試波器的部分 我們先從這一台Feelworld開始 那我們的灰色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試波器的部分 接著我們深入看一下試波器的部分 我們先從這一台Feelworld開始 這個試波器它的高光都會卡在一個高 幾乎是99%的部分 所以它沒有辦法頂到100 所以你在使用尾色彩或是斑馬 如果IRE設在100的話它永遠碰不到 這就是一個問題 那暗部的部分呢 暗部它通常 接著我們來深入 接著我們深入來看一下試波器的部分 那我們先從這一台Feelworld開始 那高光的部分它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它永遠在99%就卡住了 它不會到100% 所以如果你在用尾色彩或是斑馬 如果IRE設在100%的話 那它永遠顯示不出來 它就會因為卡在99% 100%永遠不會出現 那暗部的部分呢 它在IRE5左右 它就已經CLIP 就是已經死黑了 所以不管是你用 我現在是用電腦輸入 不管是用電腦或是相機輸入 它的尾色彩也是 就是在IRE5以下 它就會馬上呈現死黑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這一台Feelworld 那Feelworld 那這一台Feelworld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Vectorscope 它如果你把它拉到某一個顏色非常飽和的話 它會變成一條線 然後一些扭曲的線條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跑出一條線 這什麼東東 這應該是有點問題 就是理論上不應該這樣出現的 在外面的地方 就是什麼 就是提到做的 即使用電腦 呢 它不太白了 這個大家可以讓這張 谢谢观看